是这样子玩的吗 知道能阅 这波布雷泽疯狂指挥 你必须要来阅 OK我听到了 这一波直接野区 全都不要来阅 过来 先骗你进化再大招 小虎的病女太熟练了呀 这边炼击没有技能了 要死了呀 死在塔下了呀这波 要出来找了应该 不出来看吗 不出来看了你回去了 不够灵性呀这波 没有谁能出来找 那这样的话就蹲其他人呗 塞纳如果说敢那样子回来的话 要死的呀 撸了 OK果然还得是你 这波炼金有大招的 这一波帅呀 很自信 知道炼金能探紫杰拿走了 但还是亏呀兄弟 这波抓贾克斯 但贾克斯一直在拉扯 没有闪现了 应该还是要被抓死 但是能换一个 这也能换一个吗 但是嘎拉有闪的呀 一点都不虚 真的不虚吗 闪现交往了呀 他应该是想卖一下 等声明过来 这一波 感觉嘎拉有点不讲道理了呀 确实这一波是什么 这一波嘎拉的想法 可能是队友都在 他想卖一下 卖一下 等队友过来打 上来直接壁东 但是有TP 间接的反应很快 看到TP直接拉走 博比有大招的 这波想捶人了 我操皮纳特兄弟 皮纳特兄弟 然后站在这一块 埋伏 小虎的位置开扫描 也少到人 但是这个位置 确实开不到 当小龙刷新的时候 可以直接动 这个是暗器的优势 但是尖气这边 把中路线推过来 来得也很快呀 但是链机没有闪现 能开吗 也开不了啊 对安吉的人 肯定是想开一波团的呀 小虎这个位置 绕得特别好啊 这一波小虎的选择 可太多了呀 兄弟 直接闪现出来 踩住 这个炼金 可以直接秒掉 沙皇是有进化的 秒是秒不掉的 看一下 先一技能 出来踩 踩了很多 然后大志气 团战直接被融化 沙皇怎么死的呀 哦有声明 一闪啊 哇操声明 有鬼兄弟 哇这一波他开得好自信啊 兄弟 哇 这一波声明 开得太好了呀 兄弟 不愧是声明 开一波好团 就要怪一波 这波声明 兄弟 纯粹的 纯粹的想多杀一只 这波声明 如果只打前面的就好了 哦他应该是一技能 止进去 他自己好像也没办法 他应该是想 止这个波比的 止到里面去了 兄弟 哦 这波我的 尬黑了 我的我的 他止到里面去了 那 那个辅助的 雷娥娜的 这个一技能的 那个什么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机制 这波打输的话 很有可能要被破一路两路 甚至一波 来找剑魔 南枪的输出还是够的 果然直接一闪过来 抓到一个人 抓到一个人就寄了呀 多难 那这样的话只能 只能拼运气了呀 兄弟 南枪也不着急 回家 这根本就不急 但假如是踢过来 对吧 踢过来之后 声明往前面顶 你人 我队友到了 往前面顶了 把小龙一拿 火龙魂 对吧 火龙魂一拿下来 可以走了呀 没问题了呀 你这边也上来开不了 我这波的目的 就是拿火龙魂 拿了火龙魂我就走 经济 应该是吃到 二菲罗斯回家了 想拨命了 但这一波拨命的话 二菲罗斯一旦赶到 正面战场就寄了呀 拨命的就得赶紧拨呀 你看拨到一半 又不想拨了 这就是LCK 犹豫不决 直接被小虎开 小虎这一套 看不打下去 太爽了呀 看的 然后二菲罗斯赶过来 三件套的二菲罗斯 进场直接融化 对面兄弟 皮纳特 皮纳特在笑兄弟 他为什么在笑 看一下 应该是无奈的苦笑 对面打也不会玩 前面被我领先的 不知道为什么 巨多 但是我们还是输了 为什么 在我看来呀 我觉得RN7 记忆力性做得很好 说实话 就打得很纪律 就是他们 就是没有那种 打入维赛的时候 感觉了 入维赛就感觉 打得有点随意 到了小虎 感觉打得好纪律啊 就是这一波 这一波你看 那就是听下来 我正面是什么 我正面是五打四的情况 对吧 虽然说我兵女男枪 辅助没大 但是五打四 我是不是还是可以自信一下 但是他们的纪律 其实干嘛 辅助上去 把对面打野逼走 你别想过来抢龙 我就找你打野 然后这边就是 兄弟们 我们把小龙弱了 赶紧叫上 回来回来回来 这个时候嘴里 你肯定在猛喊 别打别打别打 撤撤撤撤撤 然后甲哥是听到了 OKOK 赶紧跑 这个就是纪律性 这样看起来 尖基好像 没有想象中那么厉害啊 兄弟 是 是主播膨胀的吧 虽然说不是主播在打 但是应该不是主播膨胀的吧 不好说 再看看 有可能是什么 他们想 玩怪东西 想辅助 搞个炼金出来 也有可能是 他们想打皮肤局吧 不好说 这种都说不准的 有可能是皮肤局啊 那想选皮肤了已经 那万一到后面的比赛 都不敢选赛纳了 怎么办 对吧 那现在先选咯 不敢选练金了 怎么办 先选嘛